秦始皇他为什么要修建这么大规模的陵墓 有人说他是浩大使工 他独享受 如果这样说的话 可能太过于简单了 他的这些陪葬坑 已经远远超过了享受的层次 秦始皇林是秦始皇 对自治一生的总结 是对自治开创出来的天下 包括中央持权的体系的一个自我认同 他要把他们都带到地下 不仅仅是失望 继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还失望能够实现秦帝国千秋万叶的政治理想 在秦始皇林里 有跟真人大小一样的兵马俑 这是一支均荣严谨的地下军团 代表的就是秦帝国的军事之构 此外有宴贞秦帝国掩马之构的制坑 宴贞军备库的铠甲坑 有宴贞秦国三公九卿的陪葬坑 秦帝宫里的水银模拟了秦帝国的版图 他彰显出秦始皇 施涉流沙 南进北户 东有东海 北过大夏的追求 他上去天文 下去地理 他带到地下去的 是一整套国家政治军事体制 这一套东西是他最为自豪的 也是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 他失望后人明白 他在墓中最有价值的 不是什么金银财宝 也不是什么美玉宝剑 就是他创建的这一套制度 他也是中国第一个明白 治理国家必须要依靠制度的统治者 他更是中国第一个明白 统一天下最重要的是文化的统治者 他的这道思想可以说领先我们东西方三千年 也正因为统一天下必须文化统一的理念 才打造出了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大统一的国家 而不是像欧洲一样四分五裂 这些才是他建造如此大规模林木的一个原因 最后给大家推荐一本多学科的杂志 它叫《号池号》 这是一本引字诗帅传媒的杂志 诗帅传媒有五本非常适合孩子看的杂志 引进中国以后就把五本的杂志汇成一本 有专门给孩子介绍考古和历史知识的递格 比如这一次他讲的是埃及的考古知识 埃及为什么要放置金字塔 去建造帝王谷 神秘的法老阿蒙麦斯斯 他有什么故事等等的 然后科学类的他是选自Muse 比如这一次他选的是太空旅行 里面介绍了各种太空旅行的知识 人怎么在太空生活 动物是怎么进入太空的 还有用艺术形式来介绍科普知识的ASK 这一次讲的是有毒的动植物 哪些东西不能吃 哪些植物有毒 都是用漫画的形式来讲的 还有介绍经典文学的诗帅文学 里面有很多有趣又有哲理的故事 能够帮助我们孩子培养他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 第五个是介绍世界人文地理的Face 这一次他选的是非洲玛丽的故事 介绍玛丽的人文历史 风俗时光 过去以及未来 包括这个地方一些独特的生物物种 《耗词号》是五本合而为一的 所以他的杂志非常厚 有128页 然后每一次还会额外的赠送一本 中英双语小册子 让我们孩子能够学识英语 可以说孩子想学的一切 想了解的一切 课外知识 这本杂志都想到了 那么现在订购2021年的全年杂志 还会额外的赠送一次 等于一共有13次 那么平均下来的话 一个月不到23块钱 孩子每个月就可以收到顶值的科普杂志 点视频中的小黄车就可以订购